歡迎幫您 有訂位的先請進 後位的請外面等一下 第一個好難訂 訂十幾次 今天才有吃得到 什麼都好吃 這就是好難訂就對了 訂不到的真的是傻眼 對 以前可能中午想吃就進來 老闆就有位子了 現在沒有喔 那個你要迫補喔 什麼樣的餐廳 號稱史上超難訂 一開張就立刻坐滿 看看這在台前的排隊人潮 肉品菜類讓你夾好夾滿 吃到飽 還有這些魚子排開十種的 特製醬料隨米加 大家都是捧著肉品小山 給師傅現場翻炒 沒錯 這家幾乎無人不知的 蒙古烤肉餐廳 大鐵盤長快五冬下 揮出的是美味 也是一份空前絕後的食袋 這口味真的是很讚 我女兒從小 我們就從小吃到大 我最喜歡吃它蒙古烤肉的牛肉 我來 這家消費大概將近有四十年了 吃起來它的肉香很足夠 然後它的羊肉完全沒有燒味 蒙古烤肉實在講是吃很多家 其實這家口味最好 五代蒙古人打仗的時候 都是用毛跟燉在打仗 現在看看這個是像不像 我們打仗的是個燉排 這個像不像一個毛 對不對 士兵就是在石頭上面 對不對 把那個燉排放在石頭上面 下面生火 用這個毛把那個肉 把它烤出來 慢慢慢慢演變成這個毛燉 變成蒙古烤肉 鐵盤鋼槍作響 伴著炒肉的滋滋聲 炒著肉的是老闆陳永富 俐落的起手是起鍋碗如看場表演 開蒙古烤肉店 今年已經是第48年 面對爆滿的人潮 它依舊是飽到未老 現在下鍋的時候 一定要把這個大蒜麻油 先拿爆香 爆香以後 把它拆再下去 然後再肉下去 這個是一定的這個程序 這個有350度 那個很高溫 對 很高溫 把最後的湯汁下去 用嗎 對 收汁 慢慢收汁 這樣就是最好吃的時候 大概炒一份大概多少啊 幾分鐘 大概40秒到一分鐘 炒到香噴噴的肉品 交到客人手中 滿足的心情一語言表 身為蒙古烤肉餐廳龍頭 陳永富對於每個細節 都堅持到位 每碗炒肉都是色香味俱全 肉片大塊 配上不同的蔬菜 清爽香脆 四房醬料中的新鮮鳳梨 是酸甜加分 鹹香辣甜酸 一個人喜好有不同的層次感 搭配現烤的燒餅 宛如百寶袋中塞滿肉香 真的是讓人吃不膩 老字號餐廳 早就擄獲了不少老饕的心 生意一直都是長紅 然而在2021年的一場大火 幾乎把餐廳燒毀 也燒掉了陳永富 畢生的心血